若非怀着庞大深沉的爱意 何以忍受无望之灾为与你重逢 我们是时代悲剧的酿造者 旁观者 承受者 我们也是彼此的爱人 文革浪潮中 上海滩曾经的青年才俊陆岩石 因成分问题被下方打西北 进行劳动改造 那时他与妻子冯婉渝的女儿丹丹上起年幼 丹丹对这个名为父亲的人 只有称谓 毫无敬意 这是陆岩石的悲哀 也是时代的嘲讽 丹丹心高气盛 真是好的年华 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浓厚的时代气息 他一心想要做舞台剧主演 享受全场观众的注目里 接受所有人的贺彩和赞美 他的梦想破碎于陆岩石的出逃 对父亲全无印象的女儿 面对上级领导的威逼利诱 舞台剧主演身份的巨大吸引力 不止一次义正言辞 将亲生父亲认作阶级敌人 保证自己绝不会与他发生半点往来 女儿的年轻与顽固 让碗鱼感到痛苦 实际上 哪怕碗鱼为了任性的女儿 无奈再三保证 不会包庇出逃的父亲 一番说辞 也无法改变当权者的决定 时代的悲哀 投射于每一个看似无辜的人身上 事业 看见熟悉的身影 顶着风雨和黑暗出现在楼下 碗鱼压抑住多年的思念 不敢开门 难以相认 哪怕眼泪就要夺况而出 他也不敢前去 抱住那个日夜思想的身影 他忐忑 他恐惧 他压抑 他的一个简单举动 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 毁掉的可能不只是自己 可惜 抬去主演的身份 仍然诱惑着丹丹 当晚 他仍怂恿女儿丹丹 揭发父亲的行为 被美化为大一灭亲 丹丹几乎是没有犹豫 主动告发了鹿岩石的行踪 四日火车站 晚于千百个夜晚 对于丈夫的思念 终于能够找到机会释放 他带着被子 和做了一夜的馒头 感觉见他的爱人 可人海茫茫 他掩饰着内心的 忐忑不安和行色匆匆 始终不敢呼喊 丈夫的姓名 那是他此生的挚爱 也是他多年 无法安睡的缘由 浩杰阻碍了他们的相见 却无法阻挡 他们继续相爱 数年的思念 长期的折磨 压抑着鹿岩石 他害怕此次 无法与妻子相见 或许就是天人永和 他开始疯狂地 呼喊着妻子的名字 一生生晚余 全部都是这些年 无法说出口的字眼 无法偿还的愧疚 鹿岩石的举动 很快引起了骚动和追捕 那么多年来的忍耐和痛苦 婉渝终于敢在大众面前 叫出鹿岩石的名字 却是在撕心裂肺地喊叫着 鹿岩石最终还是被压解上车 婉渝也对女儿的冷漠 感到彻骨的心寒 三年后 文革终于得以结束 单单自那次舞台剧事件 早早放弃了舞台梦 寻了一份纺织女工的工作 而满身封城的 鹿岩石得以平反赶回家中 他意料中 与妻子重逢的喜悦 迟迟没有到来 女儿先是带他 前往自己的职工宿舍 然后也不愿意和他提起母亲 他心中的疑惑 在看到妻子后更加放大 眼前这个病角发白 心动缓慢的温柔女人 客气而礼貌地接待着丈夫 就像是招呼一个客人 岁月折磨着 曾经大方得体的妻子 他变得健忘而善变 深陷在过往最痛苦的回忆里 他不让女儿住在家中 不了解女儿的近况 时光在他身上 似乎永远停留在了三年前 前去火车站的那一晚 那是他如今病症的根源 却也是痛苦生活的重要回忆 如烟时跟随妻子的脚步 看着快要花白头发的碗鱼 哪怕最后回到家的人都走光了 他人就久久地 站在铁门前张望 等待着一个永远 也不会出现的回忆 旧时代的过错与后果 皆有小人物 身不由己 无可奈何地默默承受 如烟时爱着风雨同舟的妻子 他不想这么多年来 分别没有打败的恩爱夫妻 最终却被乱世里的折磨打败 他尝试寻找方法治疗妻子婉鱼 他根据迟来的家书 特意重回火车站 等待婉鱼亲自接待他 可明明丈夫就在眼前 妻子仍旧是举着如烟时的牌子 四处张望 连一眼关注也不曾分给丈夫 他寻求医生的帮助 想通过刺激回忆的方式 帮助婉鱼找回记忆 他愿意通过任何一种 希望渺茫的方式 弥补自己多年 不在妻子身边的缺憾 只是年轻时单单痛恨着他 家中他的照片细数尽毁 无难 如烟时只得从同学处 借的照片 委托女儿交给妻子 如烟时小心翼翼 想要挽回自己同妻子的过往 交女儿好好认清照片上的父亲之后 却仍旧将活生生的丈夫去植门外 她称呼陆烟时为陌生人 她抗拒着陆烟时的出现 或许就像是抗拒那日 火车站的痛苦回忆 她心中留给陆烟时的爱情 哪怕分隔多年 却仍不允许一个眼中的陌生人 来随意占有 日子仍在继续 妻子的健忘症似乎愈发严重 暴雨中 仍然记得前去火车站 等待陆烟时的妻子 曾经身为教师的她 提笔却忘记了丈夫的姓名 该如何书写 陆烟时借着修理旧钢琴的名义 终于得以踏入家中 她句句离不开 宛于口冲的教授丈夫 想让妻子在她的提示下 可以认出她的面容 想起他们曾经携手度过的日子 可那是宛于一个人心目中的丈夫 那是她的爱情 是实在的洪流冲刷过后 仍然爱陆骨髓的爱人 并非眼前这个陌生男人 直言片语就能描述的 只是无论希望多么缥缈 日子总要一步一步继续 一日 宛于回家时听到熟悉的钢琴声 那是家中许久未曾想起的钢琴声 是属于陆烟时的钢琴声 他眼眶里满含着眼泪 手中的提包和指示牌进属掉落 陆烟时按捺住心中浓烈的爱意 等待着妻子的回应 宛于颤抖的手触碰着陆烟时的肩膀 他转身抱住妻子 恍惚中 以为妻子长久以来的失忆症即将痊愈 却在抚摸上妻子面旁的那一刻 被毫不犹豫地扇了一个巴掌 命运再一次和陆烟时开了玩笑 他的努力 总是在成功前 被岁月带给妻子的折磨轻易毁坏 幸而 女儿胆胆将父亲的举动看在眼里 他记忆里缺失的父爱 印象里痛恨的父亲 曾经毫不犹豫举报的阶级敌人陆烟时 只不过是一个深爱着妻子的丈夫 他默默承受着命运带给他的折磨 艰难岁月中提笔写下的思念 成了接近妻子最好的方法 年迈的妻子难以认清潦草的字迹 他假借着念信人的身份 向妻子描绘着自己西北的生活 困难 艰辛 若非对于妻子和女儿的想念 或许这个文弱儒雅的教授 早已不存在于这个世界 怀着庞大的爱意 默黑写下整整一箱的书信 身旁不论有什么纸张 随手拿来 就是陆燕石寄托对于家庭渴望的载体 笔记潦草 字迹简单 这个内敛寡言的昔日教授 一面承担着超负荷的劳作改造 一面抱着无穷尽的热爱继续生活 慢慢的 他开始叮嘱妻子独自外出时 注意安全 宣告妻子让女儿搬回家 哪怕他参与不了晚月的情感世界 人就无微不至地照顾着 记忆力日渐衰退的妻子 虽然人不愿意同他相认 却是向陆燕石信上的话 字字招拜 他终于愿意让女儿搬回家 原谅他年少清广时的举动 余晖中 穿着鲜红舞蹈服的女儿 还是跳着红军进行曲 多年前 他因为不原谅举报父亲的女儿 未曾到场观看的舞曲 终于在这一天 和身旁的丈夫一同欣赏 是否日子还可以这样波澜不清地继续下去 过年时 官家团圆 宛鱼问女儿念信人为何长久不来 女儿回答他 念信人生病了 随时小病 宛鱼人是记挂者 他同女儿一起为病床上的丈夫送去饺子 漫天的烟火绚丽 对于多年家人不在身边的鹿烟石 这也是一种团圆了 正如多年后的风挽鱼和鹿烟石 大雪纷飞 花白头发的两人一起前往火车站 他仍旧守候在花白头发的妻子身边 等候着两个人 都永远不会归来的回忆 我永远都不曾袒露一句爱你 但我愿意 用我或狼狈 或寂寞的余生 等你归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